怎麼樣把這個你做好的動畫來做輸出 從上面這邊 從上面這裡有一個叫發布 這裡發布 你把它按一下 那麼它的發布有三種 第一種是它預設的 也就是說跟我們剛剛那個叫做什麼 甲上有沒有 很像 就是你今天不需要自己準備空間 它就有幫你準備在一個雲端 所以你做好的任何的動畫 等於說你可以有一個個人的頁面 個人頁面就可以把它傳送到上面去 在下面這裡就可以下一步 就傳送到上面去 那你就可以給別人寄給網址就好 就可以給別人一個網址 那當然這邊我會蠻建議各位 跟你的什麼收尋性最佳化有關 你的有什麼關鍵字啊 這樣子打進去會比較好 基本上在上面你可以選擇要不要公開 然後呢要不要允許人家下載 要不要允許人家下載 其實你們建了 我們剛剛不是有註冊一個帳號嗎 對不對 那個帳號本身其實就有 它就有幫你建立一個 就是你作品的那個頁面 等於你用帳號的頁面 那這個是變成發布到雲端的 那麼變成網頁的其實也都一樣 變成資訊的 來下一步 好重點是你要把高級選項打開 在這裡 保存文件到哪邊這個沒有問題 我就不用講 但是重點在這邊 來各位我們有打過預防針喔 請問有沒有看起來比較熟悉一點 知道他在講什麼的嗎 對不對 那你看到VIP就知道我們沒有那個卡 所以呢 576 576的話其實這個規格在台灣比較少用到 比較少用到 但是呢 他這個是 我如果沒有記錯是1024 乘以576 這下面這裡有 這裡 有一個1024 這樣可能後面看不到 有看到1024乘576有沒有 好就是這個尺寸 其實也就是說你即使 今天你是沒有付費的 是不是這個尺寸還算夠大 其實說真的 你如果說是在FB啦 或者是一般的活動網頁上看 應該還可以嘛 尤其是你發佈到網頁上之後 他一樣有砍入的那個部分 所以說你是做活動專屬頁面 一樣可以把那個砍入 影片砍入在裡面 好那預設是MP4 看到這個有沒有有點熟悉的感覺 剛剛好像有提過FPS 就是在這裡 其實標準的 因為我們用的是那個 就是 是美規的 所以就是三隻鳥 或是 然後呢 這個是歐規的 不是 這是電影的 25是歐規的 一般我們比較常用標準的尺寸 如果你要做視訊 我們基本上都是用標準的比較多 那 當然因為我們現在做動畫 也許 勉勉強強 你可以把它變成這樣子 請問各位 所以如果它的速率變得比較慢 會有什麼影響 你有沒有看過有那個影片會做慢動作的 蹲蹲蹲蹲蹲 因為不連續嘛 原則上其實我們的眼睛 其實大致上你在12格以下的話 就會有很明顯的蹲蹲蹲 所以像Flash早期因為網路頻寬比較不夠 所以它就是定到12格 但是後來 後來的話就是都是定到24格 就是說跟做電影一樣 跟做電影一樣 你速度越快 那個越Smooth越流暢 越流暢 可是相對的 一秒鐘要播那麼多格 是不是檔案就比較大 所以你看它最多支援到60格 60格 就是你剛剛在看YouTube後面不是有P以外 還有60 指的就是那個意思 好 那這樣子你就可以直接輸出了 但是呢 這邊你可以注意一下 你還記得我剛剛在這邊 有玩這個對不對 你有沒有發現 我輸出的這個內容 他有沒有做一件事情 做什麼事情 有沒有去背 不是只有圖片可以去背嗎 影片也可以去背啊 你看我們的這個藍綠幕 基本上雖然這是即時的 可是如果你用過一般的 像威力導演啊 或者像惠聲惠影啊 Premiere啊 Final Cut Pro 他們有沒有藍綠幕去背功能 有啊 都一樣的意思 今天我做好的這些動畫 如果你想要跟我的真實場景做結合 我去背之後是不是更好用 那你就要來這邊看一下這個 這個 因為呢 如果你想把它輸出成就是具有什麼 具有那個 再一次喔 這裡 具有透明背景的 麻煩你這個地方要勾起來 這個 深層透明通道視頻 這個夠起來 而且你會發現 格式 有沒有自動切換成MOV 事實上說真的 我們目前可以帶透明度的 就是跟圖片一樣 帶透明度的這種影片格式 主要兩種 一種是MOV 一種是AVI 只是目前來講 Andermine它支援的是MOV MOV就是CRETIME的 Adobe的那個MAC的CRETIME CRETIME的格式 所以這種格式 它就可以把它的透明度帶在裡面 不過當然啦 因為要帶透明度嘛 所以檔案會比一般的影片大一點 比一般的影片大一點 那這樣子還不夠喔 為什麼 因為我發現用這樣做還不行 它顏色會變掉 你要把這個地方改成兼容的 這裡 那這個要注意的地方 我已經有寫成一個文件喔 所以各位不用擔心在這邊 你找這裡 我們的任務裡面有一個OBS 這個 因為我要跟它做結合嘛 所以把那個教材放在這邊 我已經有寫好了 因為我發現我在用的時候 怎麼會變顏色 明明輸出是正確的 但是出來之後怎麼顏色跑掉了 是它格式的關係 所以你必須要把我剛剛講的這個兼容 這個勾起來 把它勾起來 這樣的話呢 你揮出去就是正常的 我這邊先讓它輸出一下好了 先發布一下 那這裡呢 稍微留意一下 背景的部分啊 我們剛剛說既然你要透明嘛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原本就 這裡就有背景 那就不會透明了 也就是說我開一個新的 新的場景 空白的 這樣子 輸出的時候 這個就是透明的 這樣有了解 你不要自己把一個圖層在那邊 然後告訴人家為什麼我沒有透明 因為你自己有東西在裡面 所以你用這樣子輸出就沒有問題 好就沒有問題 那我看一下這邊的 出來了沒 有出來了 有沒有我已經有寫好了 那建議各位啊 你可以把檢視這邊 這個是Google的那個文件 你可以把這個文件大綱打開 這樣子你在檢視 我的這個文件內容的時候 你會發現左手邊就有這個大綱有沒有 你就可以直接跳 有沒有比較容易一點 像這樣子 因為你如果沒有這個 你要自己滾滾滾滾嘛 總之要滾比較久一點 而且你不知道重點在哪裡 所以我有把重點拉出來 這樣子 這樣子 所以這裡我寫1跟2 好就這兩個地方 我們剛剛輸出的那兩個地方 你有注意到的話 你拿出去呢 就可以跟這個一樣 像這樣子 變得透明 實際上不只在這裡用 你可以拿到哪裡用 拿到你們標準的影片檢驗欄裡面用 包括像Premium啊 衛生衛生都可以 他們都有支援 好所以其實你應該要知道一件事情 這種的素材比較貴 我們剛剛不是有那個一般的素材嗎 普遍的素材 網路上你可以找 也有公司在賣對不對 因為以往像這種影片式的素材 都是給誰用 給電視台啊 電影公司在用 一般我們一般user 比較不會花那個錢去買 對不對 那這種的其實 如果你喜歡的話 你做成這些 假設你是原創的 你賣的話價錢也會比較好 因為畢竟 人家拿去是不是就直接用了 對不對 就不用再做所謂的去背吧 不用再什麼 透過綠幕啊 藍幕啊去做 這樣了解了嗎 可以齁 好